在你身上 在你身上 转远 您看 还满意吧 很好 电运室搬过来了 搬过来了 就在您的办公室旁边 现在楼上 除了电讯室 就是您的办公室 没有其他人在办公室 所有房间都空着 您随时可以睡觉 把电运室 竟仅拿六个人 其他所有的人调到资料室 帮忙协助处理重要资料 是 记得 严查那个生命电话 是 你们下去吧 走了 是 好 帮我找一下姚小姐 来 上班 好 我知道了 来 来 哎呀 哎呀 我亲爱的公主 开饭了 看看 看看 这大桌都是我牵手做的 辛苦你了 哎 队长 队长 哎呀 我就等你了 快快快快 坐 这么多餐 姚小姐 快快快 走 姚小姐 坐坐 这伤怎么样了 是小伤 没什么事啊 好 不过是小伤呢 流了那么多血 文杰 你可要每天都给小如 炖花椒燕窝汤啊 那是 你这可都是我亲手做的 这一大桌子 姚小姐 你就放一百个心吧 我杰哥 都快把全上海的补品 都买空了 你都不知道 现在市民们都恐慌了 就以为呀 这物价又上涨了 开始往家里囤货了 你小子 拿我熏开心是吧 这么着 等会儿这一桌菜 你可不许吃 没没没 我吃 我吃 小如 你看 文杰对你多好呀 对你多关心 你真有福气 哟 高大队长 您听出什么意思了吗 他说你官方工作 做得不够啊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刚想给你夹菜了 来来来 快吃啊 别闹了 你 看你 是 来 来 来 我来给你盛饭 我来给你盛饭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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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肚儿 来 你自己加 自己加 自己加 我也想吃几个嘛 我给你们盛饭 队长 你吃 那接下来的任务咱们怎么安排 我倒有一个想法 就是之前我们从吉川一南那儿 得到了那批黄金 现在是不是发挥作用的时候了 这也正是我们想的 据我所知 十九陆军现在是孤军奋战 他们的后方骨脊 严重吃紧 我跟姚科我们商量了一下 想把我们劫持来那批黄金 给十九陆军支援他们 好事啊 这样吧 我去跟组织汇报一下 我觉得有点问题 还是先把鸡腿吃完了我们再行动 对对对 不吃饭 哪有得去吃鸡腿 对对对 鸡腿 晓风 你现在好吗 妈妈妈想跟你一起走 可是 我被她关在这儿 存不难兴 今天也被她全部拿走了 妈妈连船票都不能给你去送 孤冬 孤冬 肯冬 妈妈真的对不起你 对不起你 请进 木槿 一南 你怎么来了 你父亲不是不让你来见我吗 都是儿子不好 没能保护好你 一南 你别那么说 虽然我不是你的亲生母亲 但是你一直 都把我当亲生母亲看待 木槿 我不允许你再次说这种话 在我心里 你就是我的母亲 一南 那我们一起回日本吧 好不好 一起回日本 木槿 现在 还不是我们回日本的最佳时机 你看你最近都瘦了 再说 我听夏人讲 你怎么都不好好吃饭 这怎么行 就算我们要回日本 也要把身体养好了 一家人开开心心地回去 对不对 所以答应我 好好吃饭 嗯 好 母亲答应你 那 我先走了 哦 对了 一南 你最近 跟瑶小姐关系怎么样啊 母亲觉得她是个好的女孩子 我很喜欢她 我很喜欢她 放心吧 母亲 我会好好对她的 好 那我先走了啊 小福 好 好 说吧 你有什么打算 这么聪明的高队长 你应该已经猜到了吧 我可猜不到 你猜不出来 那我就不说了 你要发报啊 嗯 现在这个实际不合适吧 这个时候 为了减少危险 我们应该按兵不动 所以启动电台 相对是安全的 你放心 不会启用备用频率的 哎呀 你就放心吧 我一定会小心的 嗯 一定要小心 你 为了我 我知道 好好开车 我 知道 你还不想乱 要是哺乱的 那你怎么会再来 你怎么会再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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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工档电波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 侦察车已经回来了 这是电波出现的大概位置 工租界和洪口区交接处 侦察员表示 在工租界和洪口区的交接处 电波干扰最为明显 不过 这个区域 街道弄场复杂 还不能确认具体的位置 好吧 我们来人放场 开我的车从姚和姐回去 对了 还不知道姚和姐住在哪里 我住在温州路附近的田螺巷 温州路啊 这个是个好地方 正好是工租界和洪口区交接处 专员不愧是中国通奥 继续侦察 对了 暂时先不要进行任何行动 以免打扫警示了 只要在这个地点 再出现同样的电波 立即锁定发发地 温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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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事由在那里 人都离开 通信社里 新闻的原稿 温州路 温州路 但我们离开 这原稿 为什么 温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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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他们说 任何人都不可以擅自离开公事馆 确实有什么回事 最近上海也不太懂 为了保证你们的安全 警戒也随时提升了 那这些新闻稿怎么办啊 去吧 谢谢 可是 专员 好了 我会去解释的 注意安全 我走了 我们还要继续用的故意 是 是 好的 走 走 现在出现了 secondly 还没出现吗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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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一件事 我只是想要用这个东西 只要用一万万一的地方 是的 警察告识了 我现在是24時間交代的干财 如果这个电报发现 必须电报的地方 不错 这是一个人的事 快要去三万个人 现在解读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从通讯室后门出来的 现在公事馆上上下下 所有人员都不可以擅自外出 几川一南也是暗于面子 才让我出来的 但还是派人跟踪我了 现在没事吧 没事 这么急着找我又什么事 几川一南在四处搜集战报 真正的意图我还弄不清楚 千万不能急于求成 对了 黄金的事情上面有了新的指示 上级决定把那笔黄金 交给十九陆军的将士 让他们用来买一盏备物资 需要我们做什么 护送黄金出城 没问题 我明白了 但现在有困难 那笔黄金如果在上海出现 会引起吉川负责的警觉 十九陆军一直被日本人盯得很紧 虽然我们和十九陆军都在上海 但想跟他们无接触的联系 还是很困难的 所以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照这么看来 要想把这批黄金送到十九陆军的手里 我们只有曲线就过了 曲线就过了 没错 南京政府破鱼牙里 命驻守在杭州的独立师 驰援上海 如果我们能想办法联系到独立师 就有可能把这批黄金 快速地送到前线去 你的意思是说先把黄金运出去 然后再用独立师交给十九陆军 吉川一南这个时候肯定想不到 我们不把黄金留在城内 而是把黄金往外送 我们反其道行之 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那我们怎么才能跟独立师联系呢 这件事情交给我 谢队长和陈师长算是老同学 我可以想办法促成这件事 那太好了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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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部怎么说 军部让我们暂时退到嘉欣待命 没有他们的命令 不得进入伤害 混蛋了 老子刚到松江 他也让我退回嘉欣放手 什么意思啊 说老子朋友 你怎么办呢 师长 那现在 弟兄们怎么办 前面就是上海市区吗 是 命令 原敌待命 看不然老子进上海 我还就带着不走啊 你先忙 我先走了 哎 等会儿 我刚七号维护好长啊 我过来尝尝 是吗 是龙井吗 我是 这是我的老同学 从江苏给我寄过来的碧罗春 是吗 那我再尝尝 好茶 新鲜 不错吧 嗯 好茶 新鲜 对了 队长 我可听说杭州的独立师 马上就要到了 可是怎么还不见他们进城呢 君不压根就没想让他到上海来 这个杭州独立师的市长陈大成 我太了解他不过了 上学的时候 我们给他起外号叫什么 陈老俊 那驴脾气一上来 谁的话都不听 要不是因为可口君想的事 叫记者给报了料 军部为了挽回一些影响 怎么可能叫他到上海来呀 那怎么收场了 那就不关我的事 反正陈老俊人在松江 军部本来叫他到嘉兴去待命 可是他就待在松江部走了 派了几次的人叫他跟他沟通 让他撤回去 他谁的话都不听 这军部要是知道您跟陈市长的关系 那一准让您去找他做他工作去 我还是算了吧 这个陈老俊 就是天皇老子来了 他照样也不买账 我就别去扫着热闹 这么巧啊 还是喝茶了吧 是 我是协博会 署长 您说您说 是是 我明白 好 我一定办 我一定办到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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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你呀 就是一个乌鸦嘴呀 怎么了我 署长电话 说军部知道我们俩的关系 叫我去松江 给他安抚安抚 你看 我早就说了 军部搞不定陈市长 他注定要找你 那找你是早晚的事 你看 这不来了吗 不过听书长说 军部的意思 让我以老同学的身份 过去安抚安抚他 稍在家打听打听他的口风 毕竟我们不在一个系统里 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 也免得引起他的怀疑 打探口风 什么口风啊 这个陈老俊啊 头些日子跟他的部下 散布亲共言论 军部怕他有二心 所以这不叫我 以老同学的身份 过去打听打听口风吗 那您什么时候懂事啊 我去给您背车去啊 用不着 一会儿军部派车来 我突然想起来了 一会儿你跟我一块去吧 我看你说 多一个人多一张嘴 帮我去劝劝他 南门回到嘉兴待命的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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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我是谁 人家是一大师长 那我去 不行不行我不去 这就当是命令 一定完成啊 就这么定了 你是不知道啊 你想起这个陈老俊 我头都大了 我通过去 谢谢队长 高副队长 离搜 礼拜去 陈市长 别来无恙啊 别来无恙 别来无恙啊 十点分把系大队长吹来了 好好说给我听听 恭敬之风啊 咱们老同学多少年没见了 直到你到上海来 马上过来拜见 我给你演见一下 这是我华界警察大队副大队长高涵 师兄你好 恐怕不只是看望这么简单吗 你到了我的地盘 我咱们也得进进地数之一吧 您这地盘可不好进 像是有人不欢迎我呀 你到上海来支援 我们真是双手赞成啊 不过现在城里啊情况比较复杂 所以委屈你在松江多台上几日嘛 看是军部有人给谢队长打电话了 想委托你出面劝我退回嘉兴放手是不是 误会了 你真是误会了 我来完全是个人轻微 完全是老同学叙叙旧啊 再说现在上海战事复杂 军部都无暇顾忌 我们跟军部相来都不沾边啊 你真的误会我了 误会 这两天看望我的人还真不少 从同学到同乡 我看他军部所用的招啊 都用上了 后悔啊 你我不是外人 如果真是军部受益你来看我的话 那么我请你回去转告他们 我陈谋绝对不会离开上海 谢队 陈市长 您的请战之心我们早有所闻 可是现在上海的状况真的是太复杂了 南京方面现在也在跟日本人在商谈 希望能够把损失降到最低 所以军部要求您能够退到嘉兴去 以退至今 这个时候我们的人如果冒人冲进上海 那么南京方面的努力就功亏于贵了 南京方面心里想什么 大家伙都很清楚 军部他以为派个老同学当说客 我就不明其一了吗 怎么看你这话说的 我区区一个华界警察大队 怎么可能有资格给军部当说客呢 我不管在南京方面怎么想 我就知道这很是中国的领土 将士有收仇之策 有人说我亲共正义之战何分彼此啊 陈市长啊 发这么大脾气干吗呀 我知道你的爱国热情兄弟我佩服啊 不过作为军人 不是还有纪律在了吗 那我也只是给你提个醒 我知道你一向耿直 我也是一番好意啊 老同学啊 我送你一句货 于中 不是中 军武查身 二位请回吧 那好 作为老同学 我也要劝你一句 我们都是校长和学生 军人 服从命令才是天使 你退守家庭一事 还希望你三思啊 告辞 告辞 报告转眼 说 最近几天 姚小姐都是正常上下班 只是前天 姚小姐进入亚生通讯社后 就再也没有出来 后来我们进去询问 发现她已经离开了 离开了 应该是从亚生通讯社 后门离开的 这就说明 你们已经被发现了 去 把她的更多资料给我拿过来 是 不会真是你一般 市长 发现警察大队的高副队长 非要接你 你怎么又来了 回去告诉你们谢大队长 独立时日 殊不接待说一口 陈市长 您误会了 我来到这里 不代表谢队长 不代表警察大队 只代表自己 有一事相求 好 给你三分钟时间 说 陈市长 今天见到您 我能够感觉到 您是一个性情中人 上海的战事 我不用过度地介绍了 我也知道 陈市长一再请英 却迟迟没有让您入户 而在这个时候 突然又让您到上海来支援 这其中的原因 您应该有所耳门吧 高队长想说什么呢 国民政府可扣军饷和各界的捐款 甚至还扣了一批军事物资 而十九陆军现在是缺衣少淡 这个时候军部派您过来 与其说是给十九陆军救火 不如说是代表国民政府平息民分 高队长这话的意思是说 就算我们进出上海 也将是无强无弹 所以军部命令您退守嘉兴 等待命令 我是一届军人 不懂什么政治 但是我知道 枪支弹员对于我们来说 比战口市的伙食还重要 将士们可以没吃没喝 但是不能没账打 不能没鬼子杠 高队长 谢谢你告诉我这个消息 但是想让我退回嘉兴 却是万万不能 好 雅哥 我非常喜欢 谢谢你 你总能给我惊喜 其实也不算是什么惊喜吧 你为什么老躲着我 你跟高桓到底是什么关系 为什么是高桓 为什么在你身上 神秘的事情越来越多 为什么 小桓 我喜欢了你那么多年 喜欢就好 可是你却越来越陌生 我喜欢了你那么多年 越来越陌生 越来越陌生 福洁 福洁你来了 陪我喝酒吧 我喝酒吧 社长 您会做我意了 我来想跟您说 虽然国民政府说一套做一套 自欺欺人 但不是所有的中国人 都是这样 现在有一些爱国人士 捐赠了一批黄金 想通过我送到独立市 仇措君子 此话当真 您觉得我这么晚来找您 像是开玩笑吗 这么说 高队长是来找我 给我送大理来了 那么这份大理的来处 您不是说过吗 独立式的战士 不能没有仗打 只要能打退敌人 就不必分拟 那你为什么不将这笔黄金 直接交给军部 或者十九六军呢 您也知道 国民党内部 现在腐败泛滥 如果把这笔钱送到军部 我相信各级的官员 会层层剥削 甚至中暴私囊 还有 十九路军就算是拿到黄金 也很难把黄金送出城 换取物资 我在想 与其这样 不如把黄金 直接交到您的手中 会免去很多的麻烦 高队长这话有理有趣 看得出 你为人坦诚 好 我陈某代表独立是全体弟兄 向内表示感谢 我相信你 相信这批黄金 没有送送人 你我都是坦率人 那咱们客套话就不说 来 坐 你给我商量一下 这批黄金的运送方案 好 现在 上海的战事 非常地复杂和混乱 想把黄金运出去 是难上加难 我想问一下市长 您在松江逗留多久 没有强出弹药 我们在此地驻扎已经毫无意义 我现在是轻腿两难 这批黄金运送 需要我们帮什么忙的 陈市长 我对上海的情况非常熟悉 如果您信得过我 就让我对这批黄金 负责到底 我一定安全地送到您的手里 好 那么这批黄金就由你们负责 运送到嘉兴 咱们兵分两路 再嘉兴会合 好 好 为了一个女人 也合成这个样子 她也让我失望了 现在 是帝国的关键时刻 这个时候 是让我们协助打日本皇军 获得 上海战役的胜利 而不是 每天把心思挖在 不清不楚的女人身上 不要忘记 她是一个中国的女人 很有可能会是我们的敌人 你要明白 花心思用在重要的事情上 不能够不分清楚主刺 也要是不懂选择 我来替你做出决定 我扶起来的 扶起来的 你看看你这个样子 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 我已经靠你 这是我最后一次容忍你喝酒 下次 再让我看到你喝醉的样子 不要怪我 我会做出 让你记住一辈子的事情 以免我跟你不一样 打得好 再让你洗澡 队长 这有一封您的信 是从军部渠道送来的 好 我知道了 去吧 即将退守加星 摇助一切顺利 尽候加营 陈大成 回来 是 署长 您过奖了 还是您的指导友方啊 大陈大成 不看曾面也得看佛面啊 不给我的面子 也得给您和军部的面子 是是是 好 好 您就放心吧 只要他一到加星 我马上跟您回报 好的 好的 再见 署长 可汗哪 还是你小子有办法呀 这件事情干得漂亮 军令如山 陈市长就是再降 也降不过军令 真没想到啊 他陈老爵乖乖地推倒加星了 连署长都说了 你们是不是给他下了什么药了 我倒是觉得没那么邪乎 这陈市长虽然脾气不好 但是他很讲道理 一次不行咱们就来两次 我就不相信我们请不动他 还是你有办法 这样吧 这件事情啊 还是由你去办 由你全权负责 只要他一到个加星 我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是 这陈市长请进 您看一下 陈市长退出加星了 没错 昨天全师离开了松江 这会儿应该已经到了加星了 现在就犯我的了 闹了半天 不是让我们打鬼了的 咱们现在所做的 也是上战场的一部分 你懂什么 这哪有在战场上 真刀真枪的和鬼子干过眼 不把黄金运出去 换不了战斗物资 我们怎么上战场杀鬼子 你懂什么 这哪有在战场上 你这小子说的有点道理啊 先生 没说错 这一次行动对我们来说 非常重要 我们要想办法 把黄金赶紧送出去 早一天送出去 我们的战士 就早一天杀敌 那黄金现在在哪儿呢 在兴邦传票代理公司 那是我们自己的人 那里离大神传版的那么近 是日本人的码头吧 那里离大神传版的那么近 就因为那个码头被日本人占领了 所以放在那里才更安全 日本人总不会怀疑自己的地方吧 行了 没时间探讨了 事不宜迟 这样的 你们再看一眼计划 如果没问题的话 我们就按这种行动 明天如果行动顺利 我们就把黄金第一时间运出城区 对了 文杰 许松 天正 你们三个人明天到 兴邦传票代理公司去 队长 到时候又不带我了 别着急 你有别的时间 那前面怎么了 好像出事了 不对劲啊 怎么这么多 走 我们下去看看 走 前面发生什么事了 说那边有炸弹 快跑吧 炸弹的 我们要进去看看 这如果兴邦传票公司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要马上采取行动 那赶紧过去 走 走 快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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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型商行 快走啊 这个商行是日本人开的 应该是抗日团队客的 希望传票公司离这有多远 不远就在附近 这日本的公司发生爆炸 他们肯定会马上抵达现场 我们要赶到他们前面 我们去那边看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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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打开 咱们现在怎么办 我过去看看 不行 如果我们现在进去的话 会给他们添麻烦的 而且周围这么多日本片 怎么把火机搬出来 那怎么办 咱不能白来一趟吗 这个时候黄金的安全是最重要的 安全安全 哪次任务没危险 你过来 走 走 你过来 走 走 快打开 找他进来 走 过 走 走 走 好 走 奶奶的 我们要早到半个小时 黄金肯定能运出来 好了 大家也都别自责了 谁也没想到大兴商案货币账 你们没去兴旺传票公司 就已经是万幸了 要是去了 才更麻烦